大家好,欢迎您观看韩媒视角,我是韩媒,今天是2023年6月1日星期四 这个视频又是一个新闻联播,有这么六七条新闻跟大家分享一下 那么前两条新闻都是来自于中国外交部记者会上 第一条新闻是路透社向外交部发言人毛宁的提问 路透社说,美国和欧盟周三表示将共同应对中国的非市场经济行为和虚假信息 特别是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问题上,外交部对此有何回应 首先从他这个问题上来看,就是美国又要联合欧盟来对付中国和俄罗斯了 就是反咬一口,你从他这个虚假信息上来看,就是反咬一口 如果说以前的时候,说实在的 像我这样的,不关注这个国际时事的人不是很了解 但是自从美国攻击中国,尤其是自从美国说咱们的新疆有种族灭绝的行为这件事以后 我们就知道,原来美国这么能撒谎啊,完全是指路为马颠倒黑白 中国的新疆有种族灭绝啊,真的是太扯了 再加上呢,最近俄乌冲突以来,美国干了多少不是人的事啊 美国还有发言权啊,美国的假新闻最多了 以前的时候说实在的,我们把美国的那些大媒体啊,就想的太好了 什么事情呢,如果我们有怀疑说这是真的还是假的呀 就等着看美国的媒体报道还是不报道 都以美国的媒体报道为准 经常是说一件事的时候呢,就把美国的媒体抬出来 说美国的媒体说了啊,美国的媒体报道什么什么什么 就以此呢,作为它是真实的,是正确的依据 现在我们知道呢,这个简直是完全靠不住啊 怪不得那川普呢,天天都说他们那些媒体呢,都是假新闻 他们确实是假新闻呢 新疆有种族灭绝 俄罗斯自己炸自己啊,对不对 还有呢,前两天刚造一遥 说是什么中国的特别代表李辉啊 到欧盟去挑事 说提出来了完全站在俄罗斯一边的一个建议 那么这件事呢,都被乌克兰的外交部长给辟谣了呀 给打脸了呀 说你就是假的 现在美国和欧盟呢,说中国传播虚假信息 尤其是俄罗斯入侵的这件事情 完全是这个胡说八道 完全是贼喊抓贼 那么昨天的时候我还跟大家说了,对吧 就是美国的一个专家在欧洲的议会上作证的时候呢,就指出来说,这个新冠病毒呢,就是美国制造和散播的 不光是新冠病毒,包括2003年的那个SARS也是美国制造和散播的 那么当场呢,欧洲的议会的议员们好几次掌声雷动 但是这件事情你看西方的媒体报了吗?啊,全都是啊,装聋作哑,这样的事情就不报了 美国还有资格来指责别人制造虚假信息吗? 你们欧洲啊,心里面没有数吗? 欧洲的这些人心里面不笑吗? 为什么美国的那个专家在欧洲议会上发言的时候一阵一阵的掌声? 是不是?为什么呀? 就是欧洲他们是赞同的呀 赞同才会有那么热烈的掌声啊 好,下面呢我们来看毛宁是如何回答这个问题的 毛宁说中国是虚假信息的受害者啊,真的是没错 也高度关注非市场经济行为 再说这个市场经济这事啊,什么叫市场经济啊? 市场经济就是政府不干预,随便这些个企业去搞去 按照供需的关系 买方愿意买,卖方愿意卖 啊,就可以了 但是美国是怎么做的呀? 美国呢,为了打压中国 不准他们的企业向中国来供应 这是市场经济行为吗? 是不是啊,睁着眼说瞎话啊 我真的是提到这种事儿 我就知道美国呢,就是这样的人,他本质就是这样的人 他如果不干这样的事儿呢,他就不叫美国了 但是呢,每次说到的时候呢,我仍然是觉得不可思议 作为这个人来说啊,你怎么可能睁眼说瞎话呢? 完全是不能理解啊,太不要脸了 毛宁接着说,美欧如果关心这个问题 建议从自身做起 先停止以国家安全为借口搞单边制裁 长臂管辖 停止推行歧视性的差异化的产业扶植政策 停止恶意打压别国企业 面对世界经济日益下行的压力 美欧作为主要经济体 应当切实承担其责任 发挥积极作用 营造一个开放、包容、透明、非歧视的国际贸易和投资环境 好,这是这个第一条新闻 第二条新闻呢,也是在这个记者会上啊 是俄新社的记者问道 据华尔街日报,又是华尔街日报 华尔街日报援引欧洲外交官的报道 法国总统马克龙邀请乌克兰总统泽雷斯基 在巴黎举行乌克兰和平峰会 目前还没有明确的与会者名单 但是欧洲官员近几周 已前往世界主要大国的首都 试图让巴西、印度、中国 以及其他西方国家以外的国家与会 中方会否参加这个和平峰会 毛宁又说了 在乌克兰问题上 中方的立场是一贯的明确的 我们希望有关各方 为推动乌克兰危机的政治解决 共同做出努力 关于你提到的具体问题 我没有可以提供的信息 具体问题呢 就是中国参加不参加 对吧 像这样呢 中国能参加吗 你这种这叫和平峰会吗 很明显的这里面呢 他们是把俄罗斯排除在外了 作为冲突的当事方 如果你想达成这个地区的和平的话 你怎么可以把当事方排除在外呢 尤其是像俄罗斯这样的大国 如果它是一个小国 也就算了 如果是一个小国呢 你这些大国在一起 你开个会啊 说我们如何来帮助他们 来解决这个问题还行 俄罗斯它是一个大国呀 而且俄乌冲突 它是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的事吗 对不对 它根本就不是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的事 而且呢 长期以来 那么美国和欧洲 就是北约这些国家都参与其中了 你们已经成了一个当事方的呀 当事方啊 如何来斡旋呀 你是当事人啊 而且呢 这都是你自己这方 你想邀请呢 不是你们这一方的人员参加进来 你不就是想拉帮结伙吗 这样的一个所谓的峰会 中国是不可能去参加的 好 这是这两条新闻啊 下一条新闻呢 是关于这个科索沃局势的啊 我这两天呢 就试图在研究 科索沃局势的到底是怎么回事 一方面呢 科索沃局势它本身是怎么回事 另外一方面呢 就是相关方到底是什么立场和态度 尤其是现在呢 美国和欧洲看起来就不那么百分之百的站在科索沃一边了啊 它的原因我们都已经知道了 我们讨论过了 但是呢 这件事情啊 到底是发生了什么 今天我就看到这个环球网啊 它梳理出来了一篇文章 这篇文章呢 我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啊 这个题目呢 就是一文梳理 巴尔干的火药桶科索沃到底发生了什么 那文章的内容呢 是这样的啊 有着巴尔干火药桶支撑的科索沃 正弥漫着燃烧的黑烟 再一次的让外界目光聚焦科索沃当局 与塞尔维亚政府持续的对立之上 过去的几天 塞尔维亚族民众和阿尔巴尼亚族的警察爆发了冲突 塞尔维亚政府与科索沃当局矛盾激化 北约驻科索沃部队也卷入了暴力之中 科索沃和梅托辛亚的紧张局势已打顶峰 火势愈发的猛烈 塞尔维亚军队战备状态也提升到了最高等级 总统武器齐紧急召见美英法德义等北约国家大使 西方突然转变了方向 美国抨击科索沃当局并祭出制裁行动 北约谴责并不满维和人员卷入冲突 中俄则发生高度关注 科索沃到底发生了什么 巴尔干火药桶要爆炸了吗 武器齐政府又将面临怎样的艰难抉择 正如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发出了警告 一场大爆炸正在欧洲中部酝酿之中 第一方面强行就职事件推动了形势骤然升级 塞族不愿意被代表 阿尔巴尼亚和塞尔维亚两大民族历史矛盾 近期被极度的激化 今年4月科索沃北部资维前市等4个赛族的聚集区进行地方选举 由于遭到当地人口占比超过90%的赛族人的抵制 这4个城市在投票率仅3.4%的情况下 市长均由科索沃指派的阿族人当选 对于塞族人的不满 科索沃当局毫不理会 5月26日 科索沃当局动用了特警强制执行选举结果 以武力护送阿尔巴尼亚族的市长进站市政大楼 引爆了塞族人的暴力示威 抗议者向警察投掷石块 警察使用切雷瓦斯和水炮试图驱散 冲突当中传出了枪声和震爆弹的声音 汽车被点燃的声音 暴力对峙引发了数十人受伤 伍奇奇当天下令将塞尔维亚军队战备状态提升到最高等级 并紧急向科索沃行政线方向移动 5月29日 在塞族人占多数的科索沃北部滋围前市 众多的塞族民众聚集在市政大楼前举行示威 继续抗议此前的选举 并与企图强行进入和控制市政大楼的科索沃特警 再发生冲突 在场的北约维和部队起初 试图将抗议者与特警分开 但是后来使用了警棍、震爆弹、催泪瓦斯等驱散示威人群 抗议者则向北约部队投掷石块燃烧弹进行回击 当晚伍基奇发表了全国电视讲话称 冲突造成至少52名塞族人受伤 他指责科索沃当局领导人库尔蒂是此次事件的罪魁祸首 呼吁塞族人避免与北约士兵发生冲突 他还批评北约部队只保护科索沃指派的市长 却对科特警的暴行视而不见 甚至一起对抗议者动用武力 5月30日 数十名北约士兵在滋味前市控制了一座市政大楼 形势愈发的危急之下 伍基奇当天接受美国有线电视网也就是CNN的采访时发问 我问你如果投票率只有3.4% 你听说过这样合法的选举吗 他再次呼吁国际社会对怂恿局势升级的人采取果断行动 科索沃当局推动阿族市长强行就职事件正不断的演化 推升了该地区本就持续对立的紧张气氛 而当前形势的骤然升级 不仅是科索沃战争的遗产 也是巴尔干半岛裂变延续 持续巴尔干化的难题 第二流血冲突的背后 种族积怨已久 外部势力插手 科索沃位于欧洲东南部的巴尔干半岛 是原南联盟塞尔维亚共和国的自治省 上世纪90年代南斯拉夫解体后 科索沃地区在西方的鼓动和支持下寻求自治和独立 与南联盟塞族中央政府爆发内战 1999年 北约对南联盟发动为期78天的轰战 战争结束以后 科索沃由联合国托管 2008年科索沃地区单方面宣布独立 但是塞尔维亚始终坚持企业对科索沃的主权 科索沃也没有获得俄罗斯和中国等许多国家的承认 北约发动的科索沃战争 导致了塞尔维亚政府和科索沃当局长期 在民族宗教等问题上矛盾重重 而科索沃宣布独立并非孤立事件 其中包含了阿祖和塞祖两大民族的积怨和外部势力插手的因素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研究员孙克勤 在接受环球网记者采访时表示说 科索沃阿祖与塞祖积怨已久 20世纪60年代起 阿祖民族分裂主义就提出了科索沃独立的要求 整个90年代科索沃阿祖独立势力 在西方的支持下与塞祖的冲突日趋激化 1999年3月24日 北约还对南联盟发起了78天的空袭 发动了科索沃战争 2008年2月 科索沃宣布单方面独立 得到西方国家的支持 现在的问题就在于 科索沃阿祖当局不满足现状 也不承认布鲁塞尔协定 关于科索沃北部塞族人的权益 在汽车牌照 市政选举等问题上步步紧逼 要借俄乌冲突之机 全面统治科索沃 而这些举措得到了西方的默认或支持 可以说科索沃独立势力始终得到外部势力 特别是西方势力的支持 而西方也要借这一势力 实现自己完全排除俄罗斯 降服塞尔维亚 掌控西巴尔干的地缘政治目标 第三 面对新的紧张形势 西方的口风变了吗 面对当前趋紧恶化的科索沃局势 西方开始紧张 接连发声 但表态似乎与此前有所不同 5月26日 美国、英国、法国、意大利和德国 发表了联合声明 罕见地谴责科索沃当局 强行进入赛族居居区行政大楼的决定 呼吁科当局改权更张 缓和局势 并呼吁各方保持最大程度的克制 同日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单独发表了一份声明 谴责科索沃当局 违背美国和欧洲的建议 不必要的是紧张局势升温 破坏了帮助科索沃地区和塞尔维亚关系正常化的努力 5月28日 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 在社交媒体推特上发文 警告科索沃当局 必须缓和与塞尔维亚方面的紧张局势 并称沟通对话是实现和平的唯一途径 5月30日 路透社等多家媒体爆出 美国驻科索沃地区大使霍夫尼尔的表态称 美国将针对近期紧张局势 对科索沃实施制裁 将其逐出以美国为首的欧洲军事演习 这将是对科索沃实施的首次制裁行动 霍夫尼尔还称 可能对科索沃地区实施更多的制裁 如阻止科索沃地区领导人访美 停止美国对不承认科索沃独立的国家 进行游说活动 5月31日 法国总统马克龙受访时称 科索沃当局对当前局势负有责任 我们已经非常明确的告知科索沃当局 举行这些选举是错误的 法国外交部还称 他以最强烈的措施谴责暴力行为 同时呼吁各方 特别是科索沃当局立即采取措施 缓和紧张局势 与此同时 伍奇奇于5月30日紧急召见了美英法德义大使及欧盟代表 要求这些对普里什基纳影响最大的国家立即采取措施 保证在科索沃塞族人的安全 他称这是与科索沃进行进一步会谈的先决条件 同一天 伍奇奇还会见了俄罗斯和中国大使 通报科索沃问题的现状和塞尔维亚的立场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瓦表示 俄呼吁采取果断措施 缓和科索沃紧张局势 美国的敷衍措施将无拘于事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记者会上表示 中方高度关注相关动向 支持塞尔维亚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努力 反对普里什蒂娜临时自治机构采取单方面行动 呼吁将组建塞族城市联盟的有落到实处 牦牛说 我们奉劝北约切实尊重相关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真正做有利于地区和平的事 美欧突然转变了风向集体发声谴责科索沃当局 西方这么做的背后有什么样的考量呢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研究员孙克勤 在接受环球网记者采访时表示说 科索沃当局过于攻击性的立场 使西方国家感觉到他们在巴尔干地区的布局受到了影响 不符合他们的利益 说白了就是西方国家觉得科索沃在给他们添乱 科索沃政府目前这种攻击性的态势 搅乱了西方国家在巴尔干地区的布局和政策 第四 巴尔干火药桶要爆炸了吗 五七级政府如何挺过危机 科索沃局势不断的升温正引发了国际社会的担忧 有关科索沃局势是否会升级引发战争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的研究员孙克勤 在接受采访时表示说 科索沃当局和塞尔维亚方面之间 直接进入武装冲突的可能性不是很大 孙克勤给出了以下两点原因 首先是塞尔维亚现在的军事力量不足以支撑起 发动一场针对科索沃地区的战争 塞尔维亚周边强敌环伺 该国处于北约的包围圈中 并且科索沃地区还有北约的驻军 一旦塞尔维亚出兵科索沃地区 很有可能将与北约发生军事冲突 塞尔维亚胜算渺茫 第二呢 科索沃当局本身没有军事能力 挑衅塞尔维亚 它主要依靠的是北约的军事力量 但是目前西方国家 现在也没有要动用武力 将塞尔维亚拿下的想法 因为这不符合西方国家的利益 西方国家目前正着眼与俄乌冲突 不想在巴尔干分散精力 并且在道义上而言 也对西方国家不利 西方国家认为 俄乌冲突的本质是 俄罗斯入侵了一个主权国家 分裂了乌克兰 但科索沃危机恰恰相反 变成了北约分裂了塞尔维亚 所以西方国家认为 科索沃是在给西方添乱 当前局势之下 五七七政府面临什么样的新挑战 是否有机遇解决科索沃问题 他又如何带领塞尔维亚走出困境 孙克金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说 现在的塞尔维亚 正处于一个内外交困的局面 就外部挑战而言 一方面 现在的塞尔维亚是一个内部国家 外部被北约国家或者欧盟国家所包围 并且在对俄立场上被施加相当大的压力 另一方面 科索沃当局又在西方国家的纵容下 不断的挑事 塞尔维亚目标是加入欧盟 而欧盟又以此为条件 逼迫塞尔维亚在科索沃问题上做出让步 再加上以上能够对塞尔维亚 进行实质性援助的俄罗斯目前 也自顾不暇 让塞尔维亚在国际社会上显得孤立无援 孙克勤称 就国内挑战而言 一方面塞尔维亚国内的经济并不景气 另一方面西方国家对塞尔维亚内政进行干预 不断的放大其中一些问题 比如说近期发生的枪击事件 还有一些抗议活动 五七级政府内部现在正在改组 或者是正在调整一些政治方式 包括重组一些政党阵营 从另外一个程度来讲 外部给五七级政府的压力 也巩固了五七级在国内的政治地位 因为他们将压力转化成了塞尔维亚内部的民族主义情绪 塞尔维亚人很难向西方投降 有关这一内外困境的转化 有着非常微妙之处 但是呢 该国政府目前不至于出现颠覆性的危机 但是从长远来看 塞尔维亚必须走出一条 被西方围追堵截这条道路 这个道路到底怎么走 还需要塞尔维亚和西方 在博弈当中摸索出路 这是环球时报呢 在采访专家之后呢 梳理出来的来龙去脉 我想呢 这篇文章啊 对我们理解巴尔干半岛 现代的局势是很有帮助的 让我们对这件事情呢 就清楚了 是不是这样的 那么下一个新闻呢 是关于中国和美国的战机啊 在南海的这一次冲突啊 那么这个事情呢 我们大家都知道啊 它是发生在5月26号 但是美国呢 是在这个31号的时候 才发出来了这个新闻 来向外界公布这件事情啊 那么它的目的 它为什么把握这个时机呢 我前面已经跟大家说了啊 今天我看到环球时报呢 主要是就美国所公布的说呀 说中国的战机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是咄咄逼人 是不专业的一个操作 把它逼入了一个非常危险的气流当中啊 而它自己呢 是一个正常的飞行 那么这件事情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今天的环球时报呢 就把这件事的真相啊 公布出来 实际上我昨天已经说了 我昨天说呢 它进入了我们的领空啊 50公里啊 不是 就是它距离中国的海岸线啊 就只有50公里啊 是非常非常接近的 今天呢 环球时报就用了一个词 来定义美国的这个飞机的行为 那就是偷窥狂 环球时报呢 是这么说的啊 说事情的全貌和真相呢 美军是不会说的 但是呢 看看事发地在哪儿吧 就在中国的家门口 数据显示 这次设施的美军侦察机 最近的时候离我们的海洋线 不到50公里啊 因为这几乎是贴着我国的 领海线在飞行啊 还蓄意的闯入了解放军海军 17舰队编队训练区域实施侦察干扰 而解放军的相关处置 依法依规 操作专业规范 现在基本上每天都有多架次的美军侦察机 对我进行抵禁侦察 2022年美方对中国抵禁军事侦察的次数 较十几年前增长了一倍多 美军在南海军事活动的强度和频次 都大幅增加 它还所使盟友的军机到南海来挑事 那么这个呢就是事实真相 以及呢环球时报给它一个定义 定义为偷窥狂啊 那美国呢方面对这个定义呢 很显然相当的反感 我看到呢美国好多的媒体啊 用英文来报道的时候呢 就跟他们的民众说 中国说我们是偷窥狂了 这样的词语来形容我们啊 好下一个新闻呢是一个好事啊 挺让我感动的 就是呢中国的这个海军啊 现在在参加印尼搞的一个航展 这个航展呢就包括这个军舰 包括飞机都包括啊 那么中国的军舰呢也去参加了 那么今天我所看到的呢是 就有这么几个这个网友 他们乘坐一个这个小船啊 他们在出海的时候就巧遇了中国的这个军舰 中国的军舰呢当然是非常的气派啊 那么他们这个小船啊 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船上随时还准备着一面国旗啊 并不是一个小的国旗是一个挺大的国旗 那个国旗展开以后呢 基本上啊能把他那个船覆盖掉这个三分之一到一半啊 那么这帮网友在这个船上见到中国的这个军舰以后呢 异常的兴奋啊 把旗打出来以后呢就跟那喊啊 中国海军牛 中国海军牛 那么中国海军呢是今天从他那个角度上呢 他把这个画面呢就录下来了 然后呢在网上放了一个视频啊 这个视频今天呢在网上广泛的这个转发啊 我看到这个视频以后呢 我真的是心里面觉得挺感动的 挺感动的 我最近呢我跟大家讲了哈 我经常在网上就看那些环球旅行的节目啊 我看到呢中国的那些环球旅行者啊 他每逢在国外的时候啊 人家有好多的地方 哇一听是中国人啊 然后呢就对中国人就特别的好啊 有的时候呢买东西啊都不要钱 死活不要钱 有的时候呢就是很积极的很兴奋的啊 要跟中国人合影啊什么的啊 这些全都是因为呢中国现在强大了 中国现在在世界上影响力大 而且呢中国呢在外做好事 你说做好事 你招人爱啊 真是招人爱的表现啊 不是那种招人恨对吧 我觉得挺感动的 这些环球旅行的博主呢 他们每逢遇到这种情况呢都挺感动的 另外呢他们在那些小国被欺负的那些国家呀 看到他们的国家呢不能得意发展 被美国等西方的掠夺殖民啊 把他们的资源呀都给他抢走了 然后呢就不管他们 他们的生活呢并没有改善 有很多小国呢也就是这些年啊 因为中国搞这个一带一路啊 帮他们搞了好多的这个基本建设 路啊建筑啊桥啊这些啊 如果不是中国的话呢 他们基本上都没有什么发展 那么这些环球博主呢在外面啊 也对自己的祖国呢倍感自豪 我看了这个视频呢 所以我跟大家啊来聊一聊啊 唠叨唠叨跟大家分享一下 另外呢我想跟大家那个说一个这个新闻啊 是环球时报报道 采用了呢有可能是卷入了一个性骚扰案件啊 这个是怎么回事呢 这环球时报说据台湾中时新闻网6月1日报道啊 民进党的一名前职员控诉被性骚扰 一次遭到了民进党中央吃案 吃案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把案件给他压下来啊 不让他见光不让他上报 台湾中时新闻网说呢 被害人口中的性骚扰者是一名叫辉哥的导演 说2019年的时候呢 他的一个电影上映的时候啊 蔡英文曾经还录了一段视频啊 开头的第一句话就是 嘿辉哥好久不见 就是蔡英文在这个视频里面表现的呢 就和他相当的熟啊 那么台湾媒体就注意到呢 这段原本是放在脸书上的视频呢 最近下架了 但是呢 辉哥的脸书上啊 还有想当年他结婚的时候 蔡英文参加他婚礼的照片 也就是说呢 蔡英文和他是相当熟的 那么民进党的一名前职员 控告这个辉哥性骚扰这个案件被压下去啊 其原因呢就很清楚了 好我这个视频就跟您说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下次再见 感谢您的观看